大家好 今天是8月1日 星期二 不如先回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新的想法 但可能比較長篇 所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問題 先回答一下往往 恭喜你開了一個美股的帳戶 你有幾千元美股想買一些東西 當作試駕 其實我想推介是如果你說過股 過股我也是推介你 可以考慮一下科技股 但美股的範疇是很廣泛的 其實你可以說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股份 我認為那些選擇比港澳的選擇 比港澳的選擇多很多 但可能先問你一些意見 你想選擇哪一類型的股份 想選擇一些高風險 或者是一些比較低風險 或者甚至簡單一點 選擇ETF 看看你想選擇哪一類型的股份 但我首選 現在都是Microsoft Microsoft的股價 其實股價比現差 但有時候這番轉 就是它差 你才有機會可以讓你購買 而且我對於它的前景 我看得很樂觀 所以你可以想想 還有 美股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逐股買 當然每一股的價位不是便宜的 而是高的 但是逐股買 甚至乎就着自己的情況 你可以選擇一些股份 可以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看看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有的話你可以再跟我分享 我再跟你聊一下 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朋友問331 封聖生活服務 我猜你也很清楚 它業務的情況 就是 它也是跟新世界有些關係 所以變相之下 它的業務 也算是穩穩的 股價其實都好像打橫行一樣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我想很多人都當它是收息股 我其實沒有什麼意見 也很平心而論 我對它的股份的認識 不算是很深的 不過 如果你要挑剔的話 我只可以說 這個東西很多人推介 通常的股份 很多人推介 我自己就 不太喜歡 只不過 因為它這間公司 它真的 跟新世界的關係有什麼 你用來收息 現階段 沒有問題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買些吧 但是記住一件事 就是你買些 我會建議你分散風險 記住一件事 甚至乎我自己 我自己的股份也好 我都不會一注 我全部買進去 我會是分支 還有 可能它是 佔我的普通比較大的比重 但也不會 100% 全部買進去 所以 如果你打算 用來收息的話 你可以買一些 另外 可能買中二龍 我想千萬不要 總之記住一件事 就是不要 把所有的股份 放在桌子裡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另外 有朋友 說回他的情況 其實 沒有啦 我覺得你 把錢買回去 出銀債 我建議 當然 大前提是 你有這麼少一年多 才行 我們暫時還沒有 可以出銀債 但是你問我的話 我如果夠資格 我一定會照顧 為什麼呢 五哩色其實是很吸引的 我解釋一下 他的機制 因為 其實我原先都不太懂 但因為要做節目的關係 我都花了些時間 功夫 去研究這件事 其實他是五哩色 至少有五哩色 即是座底五哩色 他也跟通脹掛勾 如果假設通脹高於五哩色 就是通脹的額色 但問題是 香港通脹很低 而且一直以來 香港通脹的佔比 有大概三乘六 都是來自租金 如果租金不升的話 按照你的CPI 通脹不會升 而且按照你的租金 現在似乎是下跌的壓力 所以變相之下 收的額色 你預算是五哩色 就沒有了 即是五哩色 但是 也可以說 五哩色 你可能當你抽二十手 或者三十萬 我當你最後中二十手 即是二十萬 二十萬 又是收三年 每一年收五哩色 其實也挺傻的 所以我也建議你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做法 是相當之 值得這樣做 所以 還有一件事 就是 要鎖住有錢 唯一的不好處 就是 你要買 就不是馬上可以變得到 這是 大家要關注 留意的地方 但是 鎖住有錢 三年 拿回五哩色 是一個不採投資 所以我也建議你這樣做 今天就是這樣做 為何現在先說 因為 其實市的看法 我真的頗一般般 大家都知道 我今個月 八月份 我只是看二萬零五百 其實看得真的 一點都不進取 你想想 現在也是二萬點 看上去 也只是看多五百點 而今天的高位 曾經到過二萬零三百 三百一 反映我對今個月的看法 其實是挺悲觀的 即是不下去 是悲觀的 今天 內地又出了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 出盡民營企業的發展 二十八條 即是跟昨天的 自己拿了二十條 就是相對二十條 但我看完之後 其實都問心 我不是太過買的 不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因為我經常說 關注點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 如何解決 現在內房 債務的危機 但很可惜 這兩天的時間 其實你看不到 裡面的措施 是針對著內房的債務 可能反過來 可能他覺得 事情慢慢好 時間 那些債務就自然 可以叫做消除 但是 例前提 就是大家的債務這麼高 你要還 其實你都不知道怎麼還 即是 你用一些公司的債務去看 即是 好像你說的 世貿房 即是百多隻世貿房 世貿房的債務 差不多1700億 一年來要還 那怎麼辦 我覺得 措施上 你說現在扶持民企 你說可能自己內需 或消費這些 可以的 通通 你可以說 如果這個方向上 來算的話 很合理 你都應該要做 我都覺得是購買的 但問題只是說 你的債務 那個助力 是不是可以令大家 對於一些債務的問題 大家可以 鬆開口氣 甚至乎 可以覺得這些問題出來的話 這些債務的現任意解 不是 所以 我對於債務的擔憂 其實是有針無減的 而且 某程度上 你可以說 這個問題 每天都不處理的時間 其實 你的氣氛 都一定是頑皮 是頑皮的 今天你看到 內地股市 和港股都一樣 出現消息之後 內地股市 反而要下跌 即是 你的股市 反而要下跌 亦反映 大家對於他們的措施 可能有些保留 我自己也是有些保留 股市 不必跌得多 即現在 大家也處於一個 比較相當的 沽望的狀態 因為 都是在等待 等待 有沒有進行的消息 甚至乎 多一些措施 我相信 還有機會 可能這些措施會跟進 專門針對 內地房地產的 債務問題 但是 等 一刻 只可以等 變成 不要太進取了 大家 其實現在 可以說 減少貨 我今天也減少貨 我今天也減少貨 其實也減少了 騰訊和 1373 就是 有本性 有本性減少的原因 是上次和大家分享過 業績是差的 還有 C118 我有一些關注 就是 他的生命流的發展 是否保留 因為 租金貴 以及現在買的東西 你說沒有獨特 我又覺得 又不是 真的不算是 所以 就算了 如果你說我認識的話 現在的價格 百里百里OK 但是 你可能現在再升上去 也有價格 所以我寧願就算 減少貨 都要當年多多錢 以防我試 有什麼變動的時間 可以多一些資金 去做部署 騰訊也是要虧少少酒 但是 就 封衣管理 而且 因為 始終我騰訊 所以 我沽了 當然騰訊 我不太多 但是 一兩手的錢 其實 都可以買很多東西 所以 所以 我寧願減少他之後 還有機會 看能否有其他部署 有機會買美股 因為 嚴格上 你也可以說 講過這一邊 投資的機會 或者這樣說 都看過我的辦法 都真的不多 科技股裡面 是美股 我看得樂觀 但是香港似乎 科技股 似乎 沒有杯茶 我可以說 所以 可能 把錢 慢慢出來 再購買美金 可能 再調去買美股 可能 我會更加 信心 更加大 而 留下的股份 大家都知道 138 196 196 我想我都會長 因為 貓眼 我相信 他會出盈起 而且 我覺得他業績股 竟然跳得不錯 特別是 內地票行 38是厲害的 但是 138 就有些變數 因為138 之前預期 就是 找了價格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但是 如果 過去一個星期看 價格 不理想 基本上 是有些回調 所以 可能 138 我都會稍微減一減遲 因為 我本身 貨幣不少 所以 可能會考慮一下 減一減貨幣 另外 媽媽3 就不理會去住 但是媽媽3 會令大家有些失望 最主要是 內地方面 會重啟 三個核電項目 如果 核電股 就是核電的板塊 其實 1072 8媽3 27 27 各自 獨特電廠 各自不同的範疇 但是 潮乎的消息 都不可能刺激他們的股價 看看 他們短期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 再做得更好 因為 媽媽3 按道理 刑務發展 應該會不差 所以 我還是先拿著他們 看看 之後的時間 他們的股價 沒有機會 都會派人大使 但是 記住大家 閉嘴 暫時 打著手勢牌 我也會建議大家 可能 等市況 明朗化之後 再出去 都未遲 現在 可能 做好 一個 防禦 會比較好 匯豐 匯豐 未講的 匯豐 匯豐 未講的 匯豐的業績 其實跟大家 預期差不多 我又不會覺得 當然 你預算好 預算去 不會差 結果 都可以的 有回購股份 20億股份 還有派息 他們說的 配合比率 又五成 即是 今年和下年的時間 配合比率是五成 如果這樣算 其實金牙的數目 都不差 因為 上半年 都賺了 EPS 百毫六指 你這樣算的話 其實 全年這樣算 我當它有兩元 或者過九至兩元 這樣算 你這樣算的話 其實它的顏色 都可能是八至十厘 算是這樣 反正 反正 恆生的業績 其實你看到 它的顏色 不高 它的顏色大概 不算吸引 所以 如果要選擇收息的話 會控是可以的 不過 你要用會控 和中移動相比的話 雖然中移動的顏色比較低 就是比會控 中移動的顏色比較低 但中移動的顏色比較穩定 所以 如果有機會再低購買的話 中移動的顏色比較低 這就是 暫時分析的想法 我會再做些功課 看看 如果有些公司出業職 大家想知道的話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嗎? 暫時 就這樣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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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